現在進行報告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俊榮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早安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以及第一次的憲法修正案公民復決案 已經在11月26日圓滿的來完成 那這個選務的過程裡面 雖然我們不敢說是盡善盡美 但是整個的過程進行也都相當的順利 那當然有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我們要特別感謝全國30餘萬的選務工作人員 以及在中央各部會 包括地方政府 大家共同的協力才能夠達成這一次的任務 當然我們也知道在整個過程裡面 有若干選務上的瑕疵 那這些瑕疵 經過各方的指教 我們也會虛心的檢討 來改進 那各位委員會今天所舉行的 這個委員會議就是要本會來報告 在這一次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值得還要再檢討 或者社會上討論的議題 那能夠給本會一個說明的機會 我特別表示感謝之一 那以下僅就幾點重要的議題 來跟各位做報告 首先是要報告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投開票的結果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在111年11月26日來舉行投票 一共選出是1萬1022位地方公職人員 原來1萬1023 那因為嘉義市市長的補選 是另外在舉行 直轄市市長 縣市長 直轄市議員 縣市議員當選人的名單 本會將會在111年12月2日審定公告 至於鄉鎮市長 直轄市三地原住民區長 鄉鎮市民代表 直轄市三地原住民區民代表 以及村里長當選人的名單 則分別會由各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來審定公告 其次要報告屏東縣長選舉計票的情形 這次屏東縣長選舉計票 在投票日後到今天 仍然有一些質疑 屏東縣議員的這個票數 叫縣長的票數多 或者是指責選舉人數一直在變動等等 查當投票日當日晚間 本會開票計票的過程 全程並沒有任何的譯狀 而且開票的結果也都相當的精準正確 各直轄市縣市長選舉的計票結果 也都與全國各地投開票所數據相同 其他選舉或者是複決也相同 至於屏東縣縣長選舉這個案子 為什麼從11月26號晚間 大概在8點鐘左右 我在指揮中心來待命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就來跟我報告 說有某家電視台他們關於屏東縣長選舉 他們報票的情形恐怕出了一些問題 他們把截圖給我看 這個截圖就是這樣子 這個截圖上面怎麼講 他說是計票員操作失誤 屏東周春米以及蘇清全票數對調物質 中選會調查中 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報導 因為中選會立即來跟屏東縣選委會進行聯繫 我們的計票並沒有所謂的候選人得票數物質的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錯誤 因為社會大眾大家矚目關心的 就是這個投票開票的這個結果 我們發現媒體報導這個重大的錯誤之後 馬上跟該媒體來反應 這個媒體呢 他們也發現是他們自己的錯誤 因此呢 兩度的來做更正 第一度的更正 在當天晚上的9點46分 9點46分 他的更正上面怎麼寫的 就是本台稍找計票書師 周春米與蘇清全票數對調物質 特更正 我們覺得說 我們覺得說這樣還不夠啦 你要來報那些少 所以我們跟電視台反應 所以我們又跟電視台反應 電視台 我們現在的截圖看到的是在10點36分 他又有一個更正出來了 好 這個更正上面怎麼寫呢 他說 他說 本台稍找周春米 與蘇清全票數對調物質 特更正 與中選會無關 你會有一個更正的 在10點36分 你會有一個更正的 你會有一個更正的 他沒有一個更正的 你會有一個更正的 如果要來 我們這個 你會有一個更正的 你會有一個更正的 但是有人就是不相信 有人就是故意又放大 因此这个事件到今天为止 他就是没耍就对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候选人的阵营指责我们 说为什么你们开出来的票 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票数 就对了 是怎么几点的时候 你们的投票数是39万 过了不久 怎么一跳 跳到四十几万 所以你们这就是搞鬼了 你们搞鬼 你们选务开票有问题 我想如果不同的时间 我们的这个数据 是一样的 那才是在搞鬼 那才是在搞鬼 因为我们也是马上说明了 我们的计票 我们中央指挥中心 我们中央选务中心 这边的计票 是四点钟 四点钟 各投票所结束之后 马上改成开票所 各地的投开票所 他们拿开 有的开得快 有的开得慢 开得快 开得快 它就报到这个选务作业中心 然后再报给当地的选委会 报给我们中央的这个计票中心 不同的时间 一直的累积 所以我们的这个查询系统里面 查询网站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 就是不同的时间 会整个地所报回来的结果 一直累加 时间哪 如鬼 当然累加的数就会越多 我们就拿屏东县这个案例来讲 屏东县这个案例 各位看到最左边的最左边的是在8点33分的时候 8点33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屏东县711个投开票所 已经开出619个投票所 有619个投票所开完了 已经报上来了 我们累积的这个619个投票所 累积的他的投票人 选举人的人数是571,259个人 他的投票数是386,131人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把他算出来 他的投票率是67.59 这是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8点33分 8点33分 这个数目出来之后 并不是就关闭了 不再开票 不再计票 不是啊 继续在开 继续在计票 所以到了8点59的时候 这个数字又变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680个投票所开出来了 这680个投票所选举人人数有多少 有64万1723人 投票数有多少 有43万1840人 投票率多少 67.29 当然会变动 数字变动才是正常的 大概9点42分 已经到差不多买三 一共711个投票 投开票所 到了9点42分 已经完成703个投票所 这个时候呢 他的投票人的人数是 66万9044人 64万9千多人 他的投票率达到67.18 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子说明 一般人都听到的 计票 计票当然是一直累计 一直累计 但是呢 我不知道 我们这样子说明 是没有说明得很清楚吗 还是有些人明明都知道了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接受 他还是听不进去 这是第二个 大家讨论的话题 当然还有一个话题 也是当事人的指责 就是在屏东县 有某一个投开票所 在开票的经营 开票的跪庭 是有一些瑕疵 的确是有瑕疵 这个我们必须要是承认的了 屏东县大概是第194吧 194投票所 这个投票开票的过程 没有严格的遵照 我们的要求 这个程序来开票 这个我们当然要检讨 我们也接受各界 对我们的指教 我们也应该要严理这个 这个惩处 以及要提出对策 这一点我再次 这个来做这样子的说明 但是开票的结果 有不对啊没不对 这最重要 应该当事人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开票的结果 这个194投开票所 这个苏信的候选人 他得票数是467票 苏信的这个候选人 得票是258票 就是指责的一方 是贏200多票 苏信候选人还赢了200多票 不但是如此 不但是如此 我们查了一下 这个194投开票所 两党 两个主要政党 也就是苏信候选人 所代表的中国国民党 苏信候选人所代表的 民主进步党 都有派监票员在现场 那个截图 我拍摄拿来给大家看 因为有隐私的问题 大家都截在那里 都在那里 所以是在 双方监票员 共见共闻 当场还有民众 这个在看 这个开票的经过 在众人共见共闻的情况之下 过程有瑕疵 真不好意思 我们改进 结果完全进口 这个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由 他们各政党派出来的 监票员 都会拿到一张 我们投开票结果的统计表 这个表的副本 都会给他们 他们也会抱回去 他们的竞选总部 你竞选总部 那麽所开出来的票 航官开出来的票 我们开的票的这个记录 一对之下 马上就清楚了 开票的结果 没有任何的错误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屏东这个案子 我们看到了三个指责点 第一点 是媒体错了 不是中选会错了 第二点 是大家对于我们 开票的这个查询系统 可能你没什么知道 但是我说明了 这是信而有争的事情 大家不应该再怀疑 事实显现的部分 我们面对它 我们接受它 第三点 对于选举的结果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作业的瑕疵 我们来检讨 我们来改进 这就是变党的事 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我今天要讲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尊重 我们也理解 落选人 他的心理的感受 我们完全理解 你要寻法律的途径 来做救济 我们完全尊重 而且我们也觉得 完全配合法院的调查 我们坦荡荡 我们绝对完全的配合 但是要效果 最基本的一个准备 就是说 你不知道要有政绩再来告 要有政绩再来告 现在候选人 说要提起 当选无效之数 要提起选举无效之数 我们都尊重 但是 他同时呼吁 呼吁 大家关键 给我到主委看看 有什么政绩提供给我 哪有人这样 哪有人这样 你现在没有政绩 你就要告 你们就政绩吹到 后来再来告 这样社会才有一个公道 我们选务人员 在2018年摔了一大跤 四年来 我们所有的选务人员 大家 非常的敬业 大家 非常的投入 大家 私私念念的 就是 四年后的 这一次的 地方公子人员选举 加修宪公投 我们绝对不能够出任何的查错 大家这么担心就有力 大家 不敢邀功 不敢邀功 但是至少 给我们 辛苦的 敬业的 选务工作人员 给他们一个公道 至少给他们一个公道 这是有关于 这个 平东县 的部分 接下来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有关于选举侦送的部分 在候选人 消极资格的审查的部分 这次 直辖市 县市议员 以上的候选人 消极资格审查 一共有台北市 谢和璇等八人 今天本会审定资格不服 其中五人 已经向法院 申请假处分 但是 法院仅同意 张瓦县 红本城 战略候选人名单 并得以候选人身份 参与选举活动 四选后 再就其资格问题 提起选举诉讼 本会 原居超照办 除红颜 越向行政院 提起本案之诉讼 素面外 本会 也已经在 111年11月19日 向台湾彰化地方法院 提起红颜 当选无效之诉 令 乡镇以下的候选人 经审定消极资格不服 不予登记的案件 一共有七案 向本会提起诉认 课证依法审理之中 有关于 监索搜容人的 投票权的部分 有七位 监索的搜容人 就修宣公投案 因为服刑期间 没有办法行使 投票权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申请假处分 请求允许 监索特赦投票所 或允监索借户 取等外出投票 这个案子呢 业经法院 已散开诉求 军费本会 全责的事项 一级本会 与申请人间 不存有 公法上的 法律关系 这争执 所以 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取等已经向行政院 提起本案的 行政人救济当中 有关于确诊者 投票的部分 因为严重特殊传染性 肺炎的患者 经卫生机关 发送隔离通知 至本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及宪法修正案 公民复决案 没有办法来投票 委任律师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申请本会 延长投票时间 弃至解隔离 至一日中午 十二时止 之假处分案 经该院以延长投票时间 并非申请人 所得行使请求的事项 而且如果允许其所请 适得延荡全国的选务作业 选举结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临时变更投票时间 或者是程序 附有引致选民混淆 造成选举办理重大危害的理由 而驳回灾案 申请人并以另行提起本案的诉讼 申请法院审理当中 本会维护选务的透明公平 公正公开的作为 本会以及各直辖市 县市选举委员会 办理各项选务 罢免以及公民投票 向来都是秉持着严谨 而且是公正的立场 且依规定程序 办理各项选务的工作 以及开票的作业 目前各种公职人员 选举开票作业 都全程开放民众参观 当众唱名开票 过程公开透明 开票所之监察分工 也非常的明确 除了主任监察员以外 尚有由政党或候选人 推荐的监察员在场 监察开票过程有无为师 若开票时 民众皆可于开票所参观开票 并且可拍照或者摄影留存 整体的开票过程公开透明 也可以供各界来检验 依公职人员选举办法 第57条第5项的规定 以及本会所定投开票所 工作人员手册规定 开票完毕 主任管理员应会同 主任监察员将投开票报告表 一份张贴在投开票所 在不妨害选举人 阅览之情形下 也可以允许任何人来拍摄 因为办理公职人员选举 推荐候选人之政党 以及非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 所指派的人员 得以前开法律规定 于投开票报告表 张贴于投开票所门口之后 向开票所工作人员 领取投开票报告表的副本 开票结果则可以本会的网站查询 开票过程以及结果公开透明 117年地方工程员选举 以及宪法修正案公民复决案 在全体选务工作人员 秉持依法行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顺利完成投开票作业 未来本会将会秉持上述原则 以及积极审慎态度 来办理选务的工作 以完成各项选举罢免 以及公民投票等任务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谢谢中选会 李主委 找人报告 李主委